你的答案跟我的题目无关 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不要浪费时间 你简直是太不专业了 这像话吗 你要不要专心一点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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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好 我今天有四个问题要救教 所以拜托把握时间 我第一个问题呢 还是一样的 就跟打房的这个相关的 我们看到这个金管会说要出重手 但是金管会的所谓的出重手呢 你是启动这个不动产专案金融的检查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金检的加速规模 还有你筛卷的标准 你的这个不动产受信控管的规模 是怎么样子 一般因为金管会管的金检的比较多 他有时候就会放在一般检查里面 包着去检查 那有时候会看他的 可不可以针对问题回答 集中度 会看一下他的集中度 你的答案跟我的题目无关 我的题目是金检加速跟规模 还有你的筛减的标准 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不要浪费时间 不是 我们这个原则性的 多少的加速 实际的虽然我不知道 但是原则上是 规模有多大 规模就是一般都会从本国银行 比较大的来开始做筛选 只有本国银行而已是不是 对 就是从那个开始 你的筛减的标准是什么 筛选的标准就是他 他做那个不动产贷款的集中度比较高的 好那你的你的这个受信控管 你只有说集中度比较高的 所以简单来讲怎么样判断他高低 就是会看一下他做不动产贷款到 正他整个贷款的比重比较高的 这需要你花这么长的时间讲吗 你等于是用题目回答你的题目 你还是没讲 就是说你筛减的标准 我问你筛减的标准 你就讲说筛减标准是看它的规模 然后我问你规模是怎么样子 然后你也是不回答 我第二个要请教你 你不认为你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认为你这样做法可以有效的控管到打房吗 你认为它可以有效控管到打房吗 这只能有部分的效果 部分是多少呢 1% 10% 20% 大约多少呢 我们没有这样精准的量化 因为我们控管的是不动产贷款 那你做过评估没有 你达到的效果跟你造成了一个伤害 你评估过没有 我们就是 你做之前评估过没有 做当然会做评估 评估了是评估了它的有效性跟它的缺点 你评估过没有 我们有评估它的有效性是可以 让人家不要用金融机构的钱来炒房 你没有评估它的成本 你会不会形同斩断建商的经脉 会还是不会 我觉得不会 因为建商本来就是资金很多 在你的评估里面有纳入还是没有纳入 纳入有没有斩断建商的经脉 这个我们一般就知道说 建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一般知道所以你有纳入还是没纳入 有 你有纳入很好 那我要请教 就是说专家学者有讲说 现在的这个买房的情形 他说刚性的需求自住的多 这个你认同还是不认同 都有其实 都有 那你现在对于自住需求的多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做经检 这些银行呢 因为担心你的经检 所以对自住户呢 他一样砍 这样子你认为 不会 因为这个 不是会不会问题 因为他的规定是从央行的规定 他是央行的规定 你有没有纳入你的这个评估的范围之内 我刚刚前面问你 你筛检的标准 你没回答吗 我现在已经告诉你 我们是按照央行的规定来做的 好 你就按照央行规定做 你刚刚在第一页就可以这样说啦 对不对 所以简单来讲 你不认为台湾的这个草房的情况之下 投资客 投资客这些才是你应该要处罚的对象 而不是对于一般的老百姓 首购族 首购族是你应该处罚的对象吗 当然不是 因为央行的规定也是保障首购族 我请 央行的规定保障首购族 就是说 没有人你简直是太不专业了 我再请教你一下 民众的薪资跟家庭的收入 你认为跑得赢这个房价吗 跑得赢吗 你看不到这个最后投影片的最后一行 你如果听不懂我讲的 那个白纸黑字你看得到 可以 跑得赢吗 这个要看个案啦 因为很多 你认为民众的薪资跟家庭收入 个案可以跑得赢 有些个案是没办法的 只有有些个案还是普遍 好 你在浪费时间啦 我想请问你 你的这个手法呢 你有多大的效果 刚才讲说1% 10% 你没有量化没有关系 但是你至少可以说 你认为它会有效还是没效 它有部分效果 真的是这样子 你真是很不专业 第二个我要请教你的 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你懂吧 副主委 当然知道啦 好 那虚拟货币呢 我请教一下 虚拟货币的主政机关是谁 目前的洗钱房制 是由金管会来做的 我没有只讲洗钱房制哦 对 我没有 怎么对 你知道我没有只讲洗钱房制 所以你说对嘛 是不是 那主政机关 非洗钱房制主政机关是谁 这个我们 你不知道 金管会跟央行 都是把它当成是一种商品 只有金管 我问你主政机关 你再告诉我 你把它当成商品 我们中华民国行政单位 有没有虚拟货币的主政机关 有还是没有 如果是商品的 什么叫做如果是 你现在是行政官员 不是 你不知道还有如果 你是在行政院里面 从来没有沟通过吗 在行政院里面 有没有讨论过 报道委员 虚拟货币 我们认为它是商品 商品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 但是我们做的是洗钱房制 洗钱房制目前就是由金管会来做 副主委 你这个答案 其实金管会的主委早就讲过 我只是要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而已 因为你才刚新上任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拜托你 很感谢的拜托你 针对问题回答 把时间拖过 绝对不是一个解法 好不好 我要请问你 对于加密货币的平台业者 你金管会会查什么问题 你刚刚已经讲洗钱是归你管 你对于这些平台的业者 你对于他的内部的这个整顿怎么样控管 你金管会做了什么 会请他做那个 他是要遵从洗钱房制的一个做一个生命 天哪 那你其他的不是货币平台的 你就不要求他们遵守洗钱房制 我现在问的是 你针对加密货币平台 你做了什么呀 对 一般的你不要求他做洗钱房制 只有针对加密货币的才要求他做洗钱房制 对 这像话吗 一般的一般的 所有上市贵公司 所有的东西的洗钱房制 你通通金管会不管 金管会只管加密货币平台业者的洗钱房制 这是你的答案 这是我们管的是平台业者没有错 天哪 你的上市贵公司不归你管 银行业者不归你管 上市贵公司一般好像没有上市贵的虚拟货币 你要不要先了解一下金管会的业务 我第三个要请教你的 就是说11月30号传出我们车险 第三责任险 副所谓你知道责任险吗 知道 你知道很好 那就是担心责任险的话会续长 您知道还是不知道 续长是保卫续长吗 是啊不然还有什么续长 是是是 会续长 要长多少 不知道 我跟您报告一下 有关 多少 会不会 强制险没有要长 强制险没有要长 对 强制险没有要长 保费没有要长 那我请教你 就是说医疗保费的部分呢 已经长过了 那明年会不会再长 医疗保险您不知道 我们还要回去了解一下 你要回去了解一下 这是你业管 这是清 保险局不是 清管会 重要的单位 你不知道 天哪 我再请教你 那个近几年的 那个营业中断保险 它的成长率是怎么样子 营业中断保险的话 成长率的部分 你也不知道 对 目前没有 真是太奇怪了 好 那我们请问一下 两位啊 那个因为今年缺电的关系 断电的事故频传嘛 对不对 还一下便电所报啊 然后在公投之前 就拼命报啊 那这些断电 导致这个制造商 它的这个 制造生产中断 然后造成了一个 瑕疵品的一个情况之下 营业中断 显得成长率 你不知道 然后营业中断的 现在的保险的状况 你知道吗 成长率不知道 但是你 我刚讲的这些断电 造成的一个危机的情况 你知道吗 还是你也不知道 我那个状况 我刚要统计一下 你不知道 好 下一页 我们请教一下 那明年保费调涨 到底哪一些保费调涨 您知道吗 还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规划 还是你会确定 明年全部保费的部分 会动涨 我们目前保费 本来就要照整个技术来做处理 事实上 我们并没有受讯 并没有说整个要动涨 或者是要调涨 所以你没有讨论 精管会里面没有讨论 不在乎就是说 因为你行政部门 因为你的能源政策 因为你断电的一个情况之下 导致民生的一个需求 那我再请教一下 你现在可能会调涨的保险项目 有哪一些 委员是指保费的部分吗 不然你为什么 一直在重复同样的问题 不然是什么呢 是 委员保费的如果调涨 我们都会关注这一点 是啦 我现在就是问你 就你现在所知道的 哪一些的保费的部分 会调涨不是吗 现阶段没有 不知道哪些会调涨 没有任何的 就是说尽管会没有 任何规划的情形 目前讯息里面 我们没有说保费 我强制险刚刚跟委员报告过 没有人在现在跟你强制险 你前阵险已经谈完了嘛 现在已经到下一页了 你要不要专心一点 现在已经到下一页 问你就说 明年可能调涨的保险项目 除了已经谈过之外 还有哪一些 还是你的答案是你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会后提供嘛 好不好 不知道 郭主委跟代表都不知道 我最后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那个赵伟 请让我把题目问一下 副主委你知道这个晶片荒吗 是不是 对 那很多现在传出来 媒体传出来说 信用卡的IC 它的晶片供货吃紧了 所以那个它印卡的这个情形呢 是没有办法发出卡出来 这个副主委您知道吗 有这样的报导 有这样的报导 所以你是看报导在行政的 不是 各种资讯来源 你知道金管会里面 有没有讨论过 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们会做的因应的措施 是说你将来会用一个虚拟的方式去解决 还是金管会里面完全没有讨论 应该是银行局会有讨论 银行局会讨论 但是从来不报告副主委 可能还没报到 还没报告 那要多久才会报告呢 他可能是会有一个案件的 还是你根本不知道 你现在回答的都是你揣测的吗 大概可能需要两个礼拜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情形呢 就是说 不但是你金管会的垂直的联系呢 出了问题 你的横向行政院的联系也出了问题 搞了半天我们的行政官员 所有的办事的情是看报纸而已 其他东西你不做规划 那我请问一下 那你们拿的 拿的明子明膏的薪水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检讨一下吧 今天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从第一月开始 没办法回答的问题 用书面回复一个礼拜之内 拜托 谢谢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